弟兄姐妹及朋友们平安 今天的经文是 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到五章十节 希伯来书四章十四节 我们既然有一位 已经深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 就是神的儿子耶稣 便当辞定所承认的道 因我们的大祭司 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 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 与我们一样 只是他没有犯罪 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 来到施恩的宝座前 为要得连续 蒙恩会做随时的帮助 五章第一节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 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 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 他能体谅那渔蒙的和私迷的人 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 故此 他理当为百姓和自己献祭赎罪 这大祭司的尊荣 没有人自取 为要蒙神所招 像亚伦一样 第五节 如此 基督也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 乃是在乎向他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 就如今上又有一处说 你是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永远为祭司 基督在肉体的时候 既大声哀哭 流泪祷告 恳求那能救他免死的主 就因他的虔诚 蒙了应允 他虽然为儿子 还是因所受的苦难 学了顺从 他既得以完全 就为凡顺从他的人 成了永远得救的根源 并蒙神照着麦基喜德的等次 称他为大祭司 读经到此 谢谢荣华姐妹的读经 我们很高兴今天早上 汉阳传道继续在我们当中正道 他今天要正道的题目是 效法谦卑的大祭司 基督耶稣 汉阳传道 请不吝点赞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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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在接下来的这三四个月 一直到圣诞节 我会讲四堂道 关于耶稣基督我们的大祭司 所以每次讲完过后 我们会用这首诗歌来做结束 所以这四堂道 要我们做四件事情 今天我们要学 效法 效法我们这位千千倍倍的大祭司 第二堂道教导我们 我们要投靠这位完完全全的大祭司 第三堂道告诉我们 我们要服侍这位永永远远的大祭司 这一堂道告诉我们 我们要爱慕这位尊贵的大祭司 所以求主帮助我们 当神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时候 你要知道 你在这世上得到最大最大的宝贝 所以因此耶稣自己说 当人找到这个宝贝的时候 祂是欢欢喜喜地变卖一切 来得这个宝贝 为什么 因为这个宝贝 是一位千千倍倍的大祭司 是一位完完全全 永永远远 尊尊归归的大祭司 弟兄姐妹们 这是我们的神 所以我们要从西伯来书 来看这个大祭司的主题 所以快快地和大家谈一下西伯来书 我们在读西伯来书的时候 在当中很多人会问 到底西伯来书的作者是谁 到底作者是谁 所以很多人会觉得可能是保罗 不过在当中可能有一些小问题 为什么 因为假如是保罗的话 保罗一般写书信有他的风格 他会有开头话 他会有节语 不过当你读这本书的时候 你发现保罗并没有介绍自己 在这本书 在结束的时候也不像保罗的结语 所以有可能不是保罗 当你看保罗的书信的时候 你发现保罗有些主题是经常重复的 打个比方 保罗很强调我们与基督耶稣联合 英文叫Union with Christ 这个主题经常会在保罗的书信里头提出来 我们在基督耶稣里面 基督耶稣在我们里面 这是与基督耶稣联合 保罗也常常提到耶稣基督的降倍与身高 因信称义 蒙恩得救 这些都是保罗提到的主题 不过保罗很少在他的书信里头提大祭司 你想想保罗写的书信当中 有哪一节经文提到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祭司 不过这个主题在希伯来书是一个重要的主题 基本上这个主题 你从第一章开始看 一直到第九章 你会发现这个主题是相当突出的 最后我们发现在这里 作者自己怎么介绍自己 他在第二章的时候 他这么说 他说我们若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 怎么能陶醉呢 这救恩起先是主自己讲的 耶稣自己讲的 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的 所以作者说他是第三层 第一层是耶稣自己讲的 真理首先是耶稣自己讲的 过后是使徒们讲的 作者是第三层 作者是使徒们证实给第三层的人 或者换句话说 我们说这些人是使徒的同伴 所以我们有把握的是什么呢 当你读西伯来书的时候 你很有把握的是 这个人是使徒的同伴 我们怎么晓得 因为这个人在 你读完西伯来书的后面的时候 他告诉你说 我认识提摩泰这位弟兄 所以这写书的人 就有点像马可 写马可福音 路加一生写路加福音 使徒行传 所以这西伯来书的作者 就是一个使徒的同伴 他陪伴着使徒们走的时候 神自己向他启示 告诉他写一封书信 所以在下一堂道 我会与大家分享 为什么作者要写这封书信 不过在这一堂 我们先认识 这位作者 百分之百我们确定的是 他是使徒的同伴 他和他们一起同工 在这个过程当中 神启示 与他分享 告诉他写下这本书 好 我们讲到这里 我们来祷告 天父主 我们感谢祢的恩典 主 每当神祢的百姓 聚集的时候 主 我们都有这个福气 主 这是一个蒙恩的管道 主 我们来到祢面前 我们知道祢的话语 大有功效 祢的话语是活泼的道 使到我们的生命得改变 主 我们感谢祢 在基督耶稣里 我们有极大的盼望 在世界里 在人本身 我们没有盼望 我们只有绝望 不过在祢里面 神每当祢的子民们 来听祢的声音 来认识祢的时候 这就是希望 这就是盼望的开始 主 我们恳求祢 安静我们的心 让我们来思想 今天祢要向我们说的话 无论是讲的人 祢要思想 神祢要说的话 无论听的人 同样也是如此 主 祢祢与我们同在 帮助我们 奉主耶稣的名求 Amen 我在小时候常常去庙宇 所以有时候我记得 有一次我去庙宇的时候 我问一道问题 我说 你怎么知道这些神 这么多尊神是真的 这样 往往回答我的人 会这么说 他说 你小孩子 不懂事 不要让他问 问题 这个地方不能乱说话 叫你拜就拜吧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 有这样的经历 不过我小时候 我拜神是这样的 不能多问 问就对神明没有礼貌 不过弟兄姐妹们 这不是基督教 基督教不怕你问 圣经当你看 你来到教堂的时候 牧师传道人 鼓励你问问题 为什么 因为我们的神 渴望我们认识祂 我们的神 一开始 你读圣经的时候 神从来没有证明过 自己存在 为什么呢 你不需要证明 对他来讲 祂的存在 和你信不信 没有关系的 对吗 汉阳现在站在这里 你信我 这世界上 有这个人叫汉阳 也好 你不信 这个世界上 有汉阳也好 汉阳在不在 汉阳仍然在 我的存在 跟你信 和你不信 没有关系的 不过当你看圣经的时候 神就是这样 我不需要告诉你 也不需要证实给你们看 我在或者不在 我在和你们信 不信 没有关系 不过 神在乎的是什么呢 神在乎的是 当我们打开圣经的时候 我们可以认识祂 这是祂在乎的事情 祂想我们研究祂 祂想我们来亲近祂 祂渴慕我们 以至于祂把这本书赐给我们 祂启示在这本书里头 使到我们可以认识 这位创造主 这位独一的真神 这就是神在做的事情 所以当我们在认识神的时候 你发现 神要我们认识一方面 其中一方面就是 神要我们认识祂的计划 或者说得更清楚 神要我们认识祂的救恩计划 神要我们知道说 我们的救恩是很宝贝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在起初是天父设计的 而现在呢 两千年前是圣子成就的 到了现在是圣灵在执行 所以这救恩计划里头 有三位一体的神 一起和睦地在工作 所以因此你看到这个救恩计划 是何等的宝贝 所以只要你读一些英文书的话 他会说 所以他还告诉你这个观念 我们的救恩计划 是这三位一体的神 一起合作 赐给我们的宝贝 所以今天我们要来认识 其中一位叫圣子 我们来认识说 到底父亲圣父如何的计划 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的大祭司 成为我们的大祭司 为什么这个大祭司这么重要 我们可以从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 学习什么 所以当我们想到大祭司的时候 你就想到一个高高的职位 对吗 可能今天我们会想 在国内就有人名代表 新加坡有部长 甚至在教会有长老 这些都是高高在上的职位 所以你读西伯来书的时候 你会这样想 耶稣做大祭司 一定很杀 一定很厉害 对吗 高高在上 其实你不明白 这样你就真不明白 什么叫做大祭司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学的 当圣经告诉我们说 我们的神成为大祭司的时候 他基本上是从尊贵变成卑贱 你知道吗 从尊贵变成卑贱 我今天要证实三点 你们有讲义的话 讲义的话 这里有三点 我要证实告诉大家说 耶稣如何地从尊贵成为卑贱 为了谁 为了我们 为了我们 所以第一点 耶稣成为一个千千倍倍的大祭司 首先 他必须成就一件事情 他必须成为一个软弱的人 我们拜的神不是超人 不是Superman 我们拜的神是一位软弱的人 刚才你听荣华姐妹 她为我们读 我再读多一次 西伯来书第五章 第一到第三节这么说 凡从人中间挑选的大祭司 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情 为要献上礼物和属罪祭 他能体谅那渔蒙和迷失的人 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 因此他礼堂为百姓和自己献属罪祭 所以在这里 听荣华姐妹们你要知道 当耶稣说我要做那个差事的时候 你知道神说我要办那间差事的时候 我要成为大祭司 我要成为我的百姓的大祭司的时候 你要知道 他决定成为一个人 他决定从尊贵降碑 成为一个被软弱所困的一个人 这就是我们的主决定做的事情 他为了要做我们的代表 他为了要我们做我们的中间人 他必须成为一个人 最近我去一个政府部门 办一个姐妹 回国的姐妹 拿一份文件 我之前我和韦华牧师去探访那姐妹 那姐妹的家中养了很多条鱼 飘飘亮亮的鱼 所以那姐妹一天微信我 说汉阳你可以帮我去取这个文件吗 所以我在心里想 对啊 他找我不找他家里的鱼 为什么 你想啊 我带着他几条鱼去政府部门 这是我朋友的鱼 这个鱼可以做他的代表吗 来领这封信 政府官员许可吗 政府官员说不可以 你至少必须是个人 对不对 于是不能 这就是神来做的事情 神告诉我们说 当我们这些百姓需要大祭司的时候 神自己必须成为一个人 一个被软弱所困的人 以至于他可以成为我们的代表 不过这个大祭司很重要 这位大祭司耶稣基督 他也必须是神 以至于他所做的工作是完完全全的 以至于他所做的工作一点瑕疵都没有 以至于他所做的工作一点缺陷都没有 他所做的工作是大有功效的 他所做的工作是永不改变 是一劳永逸的 这是耶稣基督成为神 是神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的神是很特别的 我们的神他里头 他有百分之百的神性 他里头有百分之百的人性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不过很多时候 往往我们多数的弟兄姐妹们 教会们 我们强调的是什么 我们强调的是耶稣基督的神性 我们的神是 我们的主基督耶稣是多么多么的厉害的一位神 这是好的 不过其实你发现我们很少会提耶稣基督的人性 耶稣基督的人性 不过这很重要 因为当你不明白祂的人性的时候 你真的不明白耶稣有多爱你 你真的不明白神有多爱你 祂为了爱我们 祂为了成为一个软弱的人 祂必须做几样事情 祂必须成为一个宝宝 一个婴孩 祂必须生 祂必须成长 祂必须饿 祂必须渴 祂必须渴 祂必须泪 祂必须哭 祂必须笑 祂必须学习 你想 神成为一个baby 需要爸爸妈妈来帮祂换尿布 这是神 神为什么要这样做 弟兄姐妹们 因为祂知道祂的使命 祂来 祂要成为一位大祭司 大祭司的先前条件 第一是 祂必须成为一个软弱的人 祂必须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人 换句话说 你这年头看着耶稣传的那些帅哥都不是耶稣 我们想象耶稣有时候会想到好莱坞的Tom Cruise 想到韩国的金秀贤 香港的刘德华 天王 不是的 这些都是错的 为什么呢 因为圣经自己告诉你 刚才你们读的起因经文 没有吗 我读给你们听 以赛亚书42章这么说 许多人因祂惊奇 看到耶稣 这个是神 天啊 祂的面貌比别人憔悴 祂的形容比世人枯搞 祂无加情美容 我们看见祂的时候 无美貌使我们羡慕祂 所以你就可以明白 为什么当时的法利撒人这么讨厌耶稣基督 你看祂呢 祂就是一个粗人 用我们今天的话 祂就是一个蓝领工人 祂不是一个蓝领工人 祂本来就是一个蓝领工人 祂是一个木匠 所以因此 那些人看到祂就不喜欢祂 不过弟兄姐妹们 你想 耶稣基督有失去祂的神性吗 没有 祂用祂的人性来遮盖祂的神性 为什么神要这样做 因为祂很爱我们 祂知道我们需要一位完完全全的代表 这个代表不是猪狗猫 这个代表是一个完完全全的人 所以神必须成为一个软弱的人 神必须成为一个软弱的人 因为祂爱我们 所以你听听家尔文怎么说 当家尔文谈到耶稣的神性 人性的时候 家尔文这么地来解释 他说耶稣是不可能 把自己的神性废弃掉的 祂不可能丢掉自己的神性 不过耶稣能做一件事情 祂用祂自己的肉体的软弱 来遮盖祂的神性 曾经我和一位朋友们 一位朋友弟兄上课 这位弟兄很谦卑的 我每次就去驾着福音车 去地铁站 去巴士站接他 他就拿一个plastic bag 塑料袋 等我穿着短裤 很平凡的一个弟兄 他也没有告诉我 他的背景太多 就像他来教会 我跟他上课 上课上课 就一般在十格咖啡店 很简单的一个人 不过往往我会问他 你家住在哪里 他说我家在装修 也很谦卑 很低调 所以一天就说 不然你来我家坐 我们天天在咖啡店很热 然后我说 好 我来接你 就一天去地铁站接他 他就带我都到洋房去 我说 这样来他的家 他就 进了他的家的时候 我说 你家有几个睡房 他差不多十个 好像是 要数一数 在走上楼梯的时候 有游泳池 他的客厅 就差不多是 我的整个家这么大 所以当我认识祂 当我明白 当我在那个时候 我想起一件事情 我想起耶稣 耶稣就是这样 耶稣祂荣耀的神性 祂借着自己的软弱的肉体来遮盖 祂为什么要这样做 弟兄姐妹们 因为我们的神爱我们 我们的神爱我们 以至于祂愿意成为一个孩子 以至于祂愿意 使到自己像一个人一样学习 所以因此路加医生会这么说 你听路加医生怎么讲 他说两遍 同样的一句话 他说两次 他说耶稣的智慧和声量 并伦和喜爱他的心 同都一起增长 耶稣的智慧和声量 一起增长 耶稣在做什么 耶稣需要这样吗 不是的 耶稣是不用这样的 假如他不用他自己的肉体来遮盖的话 他不需要学的 他小小的时候都比他爸爸厉害了 不过耶稣决定做一件事情 我决定做一个完完全全的人 我决定做一个软弱的人 因此我年幼的时候 我学习 我要从我父母的身上 我千千倍倍地来领受知识 慢慢地成长 这就是我们神做的事情 当我们神做到这里的时候 你说够好吗 不够好 神要做第二件事情 因为你为了要做大祭司 你不能只是成为一个人 你必须成为一个受苦的人 你不能只成为一个被软弱所困的人 你必须成为一个受苦的人 耶稣要受什么苦 祂要受试探 像我们一样 祂要受身体的苦楚 像我们一样 唯有不同的是什么呢 当祂在经历这些试探 经历这些苦楚的时候 我们和祂不一样的是 我们会犯罪 苦难来的时候 我们会犯罪 试探来的时候 我会犯罪 不过我的神 苦难试探来的时候 不会犯罪 弟兄姐妹们 这是极大的盼望 为什么 因为当我信主的时候 我可以什么呢 跟祂自取这个力量 我每次跟弟兄姐妹们 谈话的时候 我告诉他们说 你记得把插头插在电源里头 记得打开那个电源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在这里 可惜的是 在这里的很多弟兄姐妹们 我们有插头 我们也插在这个电源里头 不过我们没有turn it on 我们没有打开 所以因此你发现 你的生活很软弱 不过耶稣基督来到这里 祂告诉你 你看 你看我 你信靠我的话 你有力量 你要打开这个电源 你要让耶稣基督的力量 来充满你 使到当试探来的时候 你不怕的 为什么呢 我不是靠我自己的力量 我是靠神给我的力量 来抵挡 所以这就是 耶稣要做的事情 耶稣要成为一个受苦的人 你说这是个巧合吗 不是的 不是个巧合 为什么 因为以赛尔先制在500年前 讲了这个预言 他说什么呢 他说 他被藐视 被人厌弃 多受痛苦 长惊忧患 他被藐视 好像被人厌面不堪一样 我们不尊重他 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 背负我们的痛苦 我们却以他为受责罚 被神击打一样 哪知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 为我们的罪孽压伤 因他受的刑罚 我们得平安 因他受的鞭伤 我们得医治 弟兄姐妹们 这就是耶稣基督在做的事情 他知道说 我来 我要成为我的子民的大祭司 我要成为 不只是要成为一个 一个被软弱手困的大祭司 我要成为一位受苦的大祭司 因为我要代表你们 因此 保罗会说 你要知道耶稣基督多爱你吗 他怎么形容 他说 耶稣基督的爱在以福手 书三章告诉我们 是何等的长 阔 高 神 神很爱我们 神很爱我们 到一个地步 他愿意穿上软弱的肉体 来遮盖他的神性 当你看十字架上的这个人 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这个人 我可以告诉你 两千年前你在场的话 你不可能觉得他是神 他是一个犯了滔天大罪的大罪人 他简直连人都不像 不过我们神为什么要这样做 因为我们的神爱我们 是长阔高深 长阔高深 兄姐妹们 今天的问题 不是我们爱我们的事业太多 今天的问题 不是我们爱我们的孩子太多 我们爱我们的钱财太多 爱我们的娱乐太多 爱我们自己太多 今天的问题可能不是这个 更大的问题是什么 今天的问题是 我们爱神太少 我们爱神太少 你听奥古斯丁怎么说 在一千六百年前的神学家 他说人是不能爱神太多的 不过今天我们的问题是 我们不是爱神太多 我们是爱神太少 我给你们做七个测验 你们问问自己 你就知道你爱神多少了 七个测验 第一道测验 你问问自己 我爱听从神吗 第二道 你爱认识神吗 第三 你爱神的儿女们吗 第四 你爱神的教会吗 第五 你爱谈论神吗 第六 你爱向神说话吗 最后 你爱神在你身边吗 各位姐妹们 假如你的答案都是 我不太想爱 我没有这样做 我可以告诉你 你真的爱神太少太少 你真的不知道你的神 为你付出多大的爱 因为我们的神 千千倍倍地成为一个 被软弱手困的人 我们的神千千倍倍地成为一个受苦的人 因为我们的神爱我们 最后 我们的神告诉我们 祂为我们成为一个被招的人 被呼唤的人 请问在这里 谁的事业想做服务员 事业生 维德 没有人想做的 我可以告诉你 为什么 多数人 青年人去办 做几个月的维德过话 告诉你 然后我不要再走了 打死我都不要回去做服务员 为什么呢 客户来 呼呼喝喝 好像吓人一样 对吗 他们不喜欢被招 不过所有的服务员都是被招的 来来来 怎么样怎么样 点菜也好 拿一些盘子走也好 不过这就是那个观念 耶稣基督 祂来到这个地面上 祂定义成为一个被招的人 首先成为一个软弱的人 第二成为一个痛苦的人 第三 祂成为一个被招的人 被呼唤的人 我们怎么看到呢 因为在这里 是使徒西伯来书作者自己说的 他说这位大祭司的荣耀不是自取的 唯有神所招的 像亚伦一样 如此 因为如此 耶稣基督不是自取荣耀做大祭司 我来做大祭司 不是的 耶稣是被神招的 当他洗礼的时候 神对他说什么呢 神对他说 你是我的儿子 我今日是你 所以耶稣把自己放在父神的下面 成为一个蒙招的人 不过弟兄姐妹们 你要想 为什么神要这样做 耶稣基督不需要这样做 除非他有一个目的 他的目的是 他要让你明白 他要成为你和我的大祭司 成为你和我那谦谦卑卑的大祭司 以至于他成为一个被招的人 你出来 不是我 一个被招的人 保罗这么说 保罗说 他朋友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 反倒虚极 取了奴仆的形状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且死在十字架上 这就是我们的神 反倒虚极 不过弟兄姐妹们 虚极 谦卑 不是我们这年头的标志 这年头的标志 是骄傲 我们因着很多事情 骄傲 我可以因着我的学业 骄傲 我可以因着我的事业 骄傲 我可以因着我的经验 骄傲 我可以因着我的 财干 骄傲 我可以因着我的孩子们 骄傲 我可以因着我的老公 骄傲 我可以因着我的老婆 骄傲 我甚至可以因着我的 圣经知识 骄傲 我甚至可以因着我的教会 骄傲 我可以甚至可以因着我 虔诚 骄傲 弟兄姐妹们 这是可怕的 骄傲是个毒药 你天天可能都在喝 喝到一个地步 你看别人都比不上你 你看别人都比你差 都比你烂 都比你不好 弟兄姐妹们 你要小心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样做的话 你真不认识 你所拜的神 你不认识耶稣 耶稣成为大祭司 耶稣在告诉你 我是要告诉你们 你要效法我 这位千千倍倍的大祭司 你不能骄傲 因为一个基督徒 倘若我真认识我的神 我不能骄傲 我要像我的神一样 我要效法我的神 他要谦卑 这样我要学习他一样 我要谦卑自己 事不正牧师 曾经在他的传记里头 他这么分享 他说弟兄姐妹们 你们知道 这个讲道王子 这个三四百年前 这个讲道王子 当他要讲道的时候 有多少人来听他讲道吗 这里的至少十倍 来听他讲道 连国王都要跟他预约 找他吃饭聊天 这是事不正 Charles Spurgeon 所以当他在讲道的时候 他发现 有一个引诱来了 他发现 他内心有个很大的挣扎 所以过他写的传记 他说 你知道我首要的罪是什么 这位牧师说 我首要的罪是骄傲 你在我的处境 你在他的处境 很容易骄傲的 我可以告诉你 他要提防 所以事不正 牧师说 我天天要靠三个方式来提防 我要考虑三件事情 这是Charles Spurgeon 他自己下药在他身上 因为他知道说 我所拜的这位祭司 既然是千千杯杯的 我也要像他一样 千千杯杯 不过我要怎么下药 他说我要考虑三件事情 我要考虑三件事情 第一 他说 我考虑我自己的软弱 当我考虑我自己软弱的时候 我没有骄傲 他说 在试探中 没有骄傲 在试探中 没有骄傲 下一次 你受到失散的时候 你失败的时候 你想 你是个失败的人 你有什么好骄傲的 你在这个软弱当中 你有什么好骄傲的 到了我这个年龄 我发生 我有点失之症 现在我在这个时候 我想到的东西 我要快点写下来 为什么 五分钟后我忘了 打给云瓶 忘了跟你讲什么了 所以要快点写下来 当我看到这一点的时候 其实我会什么好骄傲的 我的记忆 也不像以前 当我想到 我考虑到我的软弱的时候 我没什么好骄傲的 这是四不正 牧师讲的第一个方案 第二把药 他说考虑耶稣基督的谦卑 这就是我们今天在做的事情 你要考虑你所认识的神 你所敬拜的神 他不是一个骄傲的神 他是一个谦卑的神 这是四不正牧师告诉我们 要考虑我们的神 为了这个安葬的人而来 考虑我们的神 为了我们而降卑自己 我有什么好骄傲的 我有什么好骄傲的 你知道吗 在教会里头可以有争斗的 我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间自由派的教会 基本上不传福音 也不传神的道 不过我的朋友和他的牧师 一天就去这个自由派的教会 他们人数越来越少 你去看他的教堂 是一个很大间的教堂 是我们大家都羡慕的 可以做上千人的一个大教堂 不过里头只做了二十来人 所以从上千人 因为不传福音 不传神的道 萎缩成二十来人 不过在里头有一位长老 称霸武林 二十来人还是称霸武林 不过一天 我的朋友和这位牧师就去找他 说教会一直在衰败 教会有产业 不过教会没有真理 教会没有圣经 那个长老很奇妙的 他虽然是一个这样的长老 不过他自己也看到他投靠他的人 投靠他的人 跟随他的人越来越少 所以他有个私心 他希望借着我的朋友和这位牧师 把整个教会复兴起来 以至于投靠他的人 从二十个变成一千多个人 所以他就让这位牧师 和我的朋友进来 开始复兴那间教会 只是他们没有做什么 他们只是传道 讲真理 传福音 你猜这间教会 第一个人信主是谁 这位长老 这位长老发现 我骄骄傲骄 称霸五零多年 其实我不是拜神 我是一个不信派 所以当他听到福音的时候 他认识这位千千倍倍的主的时候 他说我是个大罪人 我真不认识我所拜的神 所以因此这二十来人的教会 第一个信主的是这间教会的长老 弟兄姐妹们 你考虑 你考虑你基督耶稣的谦卑 你不会骄傲 第三 你考虑苦难 你考虑苦难 弟兄姐妹们 在苦难面前没有骄傲的人 你考虑苦难 人都不喜欢麻烦人 对吗 最近有个弟兄告诉我 和我分享的闲聊 他说我最不喜欢麻烦你们 特别是麻烦传道人 不过从某个角度 很可能是骄傲 很可能是他内心的骄傲 不过其实我们人都是这样 我们不喜欢麻烦人 麻烦人很羞耻的 麻烦人要这样背自己 不过我告诉你一天 那一天会来 那一天我们都需要人帮我们 我需要人帮我们 带我们去医院 需要人帮我们 喂我们吃药 需要人帮我们 动手术打针 甚至呢 你需要人帮你埋葬 或者火化 弟兄姐妹们 当你考虑这一切的时候 你知道说 我有什么骄傲呢 是啊 我事业很好 是啊 我很聪明 我有才感又怎么样 我是一个要面临苦难的人 一天苦难来临的时候 这是好的 为什么呢 神要你记得 我们的神也是受苦的神 神要你记得说 过去的骄傲 现在怎么呢 现在是谦卑了 这是神要我们学的功课 弟兄姐妹们记得 骄傲是一个无色无味的毒药 骄傲是甚至我们天天 都在喝的毒药 不过我们天天 若正在喝的话 我告诉你 真不知道你所拜的神是谁 今天的主题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大祭司 是千千倍倍地为我们而来 我们的神 为什么要成为我们的大祭司 祂千千倍倍地成为我们 被困 被软弱所困的人 我们怎能骄傲呢 耶稣基督为要成为我们的大祭司 祂千千倍倍地成为一个受苦的人 我们怎能骄傲呢 耶稣基督为要成为我们的大祭司 祂千千倍倍地成为一个蒙招的人 弟兄姐妹们 我们哪里可以骄傲 我们一起来祷告 弟兄姐妹们 倘若 如果在过去的年日 你发现自己是一个很爱面子的人 一个桀骜不逊的人 一个自以为是的人 其实你得罪了神 弟兄姐妹们 我鼓励你们 花一点时间来到神面前 向神认罪 告诉神 说神我真不认识你 我得罪了你 祂被阿爸父神 主 我们知道你爱我们 主 你知道 你的孩子们的需要 你知道我们需要 一位大祭司 一位完完全全的大祭司 一位千千倍倍的大祭司 一位成为我们 为了我们被软弱所困的大祭司 一位为了我们受苦的大祭司 一位为了我们被招的大祭司 主 帮助我们 致使我们的骄傲 使我们谦卑 因为我们所拜的神 是一位千千倍倍的大祭司 奉主耶稣的名句 阿们 我们一起来唱 这个系列的主题歌 《在天上真神宝座前》 我们一起起列来唱 《在天上真神宝座前》 在讲义的后面 《在天上真神宝座前》 有一位